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因为这段这个周末呢 在这边都是一个大节日 复活节和这个基督耶稣的寿南日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做的是十刀评述 跟大家分享金正恩呢下了一首好棋 有了一首 他不叫说有一首好牌 他是下了一首好棋 等于把文在寅 习近平跟川普 全都给当成棋子玩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新华社说金正恩呢 跟习近平的谈判中重申了 愿意跟川普见面 再次提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含糊的承诺 这里面半岛无核化就是习近平要的 这是金正恩说的 这是新华社宣传的 对不对 所以当他承诺了 这就玩真的 金正恩也说没错 我玩真的 但是我就说那话 他是抱着屎盆子来说 咱不往里拉屎 难道习近平不知道吗 他可当然知道 但是怎么办呢 冻豆腐没法办 金正恩能够打到 美国本土的突破性的导弹试验 以及所谓能够搭乘导弹的 轻弹试验冲到了最前头 然后突然转向 去了冬奥会 让与韩国恢复友好关系 让世界大吃一惊 然后主动提出川普与川普会面 经过这些 川普基本已经退到做出反应 努力跟上金正恩的步伐了 那这一次呢 金正恩突然跑到了北京 他显示他笑容满面的 站在了习近平的身边 后者的合作对川普来说 向朝鲜施压的 最大化压力的战略当中 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两天保密 第三天才宣布他们会面 是 这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我说其实呢 习近平一定要见金正恩 而金正恩呢 一定要见习近平 所以他答应习近平的条件 一见面 对不对 习近平说你看 他还得听我的吧 其实金正恩说傻貌 你们俩老头全被我耍了 仨老头 文在寅一个 川普一个 习近平一个 都被我耍 你想不被我耍 你难 就这么回事 所以奇书一招最开始就在 韩国 而今天的人是利益的 韩国就怕打 怎么着只要不打就成 这就是命运 其实在我眼睛里 这就是命 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身缔造共同培议的朝中友谊是不可撼动的 所以这把共产党词拿出来 你说荒谬不荒谬 习近平在宣誓就职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 所以太多人骂他是复辟独裁 你复辟独裁呢 他在强调党的领导一切呢 然后到这个人大最后开会宣誓就职的时候呢 没有党章没有党旗没有对党的任何承诺 既不对党负责也不接受党的监督 这就是国家主席 哎 纽国脸来 金正恩来了 他又强调两党的关系至上 两党两国人民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 你说这 这都是什么东西 这都是 这就是今天的环境 今天的政治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你看 2018年更大的事情会出现 会出现 搞不好会很快出现 为什么 超过党 超过这个超过哪 什么都超过 让人们看见命运上的无奈 2018年 这次会面能否软化中国对金正恩的国际制裁 现在很难下结论 访问凸显出中国对朝鲜的独特影响力 即使川普正在用贸易战威胁中国 是这个 一直这个东西存在 只不过呢 在过程中 习近平曾经无奈了很久 有张照片在金正恩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呢 送涛到火车上送他 所以那个专列的内容呢第一次展现给公众 可是当年宋刀要去见他的时候 他摸摸尼连见都不见 所以当初的不见跟今天的笑容可居是一样的 他自己有他的目的 谁把谁当猴耍啊 川普大谈要保持最高压力 但这个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决定权在中国人手里面 因为他是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 他是一环套一环的 当今天习近平要要以国家的概念真正面对国际社会的时候 在相当程度上他必须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对吧 如果他破掉联合国的决议 那今天的朝鲜 今天的美国呢又跟中国呢有着这种贸易上的冲突 所以太乱了 而说中国的实力在哪呢 中国的实力在拼命 习近平在拼命压碎海航 万达 华信 包括最新的 包括吴小晖的安邦 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给他压碎了 把钱拿回来 他没钱 这是实力 对不对 这真的是实力 叶简明 花了九十亿去买俄罗斯的 这个这个石油公司 现在出事了 王毅自己亲自代表习近平去 去这个普京要谈的买卖 我做这些节目的时候还没看见谈成什么样不知道 那叶简明的大概牵扯到一百多个物业价值两百多亿两百五十亿人民币 全世界范围内拼命在甩卖 吴小晖今天被审 昨天被审 为什么 那金融风暴 金融危机 一旦金融的这个这个这个风险一旦出现的话 他扛不住要习近平的命 为了能够压住他 我们还看到了叫什么张忠生被判死刑 我没跟你说吗 吴小晖的血已经滴在了既滴在了习近平的头上也滴在了红二代头上 大家见血了 因为那死刑是跟吴小晖对着来的 中国是在对美国和全世界说不管是谁只要关系到朝鲜半岛的任何方面达成交易 特别是核武器方面都别想绕过我 这是陆克文说的 这就是今天金正恩玩死能够攥住习近平的理由 你认为的理由恰恰是被他攥住的 所以星期三川普在推特上说 金正恩很可能为他的人民和人类做出正确的事情 这都可以拴在一起了这话说的 做出什么正确的事情 那盆里他拉的屎 然后他把屎给倒了 说我把屎倒了 这个盆你可不能给我打碎了 你给我镀成金边 这就是现在的金正恩 外边的流氓 还说了半天 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外头府邮街打架的流氓 人跟流氓玩 就玩成这样了 弄那么高雅 这头也是总统 那头又是主席 他就是流氓 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公开报道 没有任何支持这种正面的评价 尽管金正恩说他持开放态度 致力于无核化 他这是在造势 看似合理 看似愿意无核化 实际是玩的 是 如果我们不合作 可支配的这支由波尔特组成的鹰派团队 至少在感觉上看似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他错过了打击金正恩 斩首金正恩的时间 如果中国决定远化态度 担任朝鲜的保护者的话 金正恩将以一种原本不会有的 强硬多的立场加入谈判 他也都承认 这是金正恩的一手好牌 那完全是金正恩的一手好牌 那这个时候是因为金正恩发动手法 把川普跟韩国拢在手里面 把中国晾了一边 当晾完之后牛脸说 哎呀中国你是最好的 他跟那边又不说 你是最好的 所以金正恩在这 习近平在这点上显得就 显得很无奈又很弱点 因为他对着美国的更加的强大 哎命运啊 真的是命运 因为文章太长了 他后面提到 北京没有公开谈论 他到底打算跟川普提供什么 谈什么 而中国的角色是什么 他尽管支持国际社会 消除朝鲜核武器的努力 但北京又小心翼翼的 不向朝鲜施加过大压力 以免他的垮台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 他真正表现出 今天这世界上最主要的权力者 他在命运面前的无奈 无可奈何 完全是无可奈何 中国想让金正恩知道 没有中国的支持 谈判无法完全取得成功 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 只要有中国参与更为可行 这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达卫的表示 而在我眼睛里 他跟金正恩的谈判 不在这点上 他是抱着导弹 说你们谁给我更好的东西 他是抱着导弹说话 对不对 真正的概念应该是 所有各方都不跟他谈 才叫对 可是你不跟他谈的时候 你不都颤导和平吗 我要跟你和平 你为什么不跟我和平呢 时间是个神 在无情地击碎着 今天自以为是的 这些有本事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